你在哪買 那沒有道理說你昨天買的 你今天就忘記了 所以這有點不符合常理 就是你昨天去哪裡吃什麼 你應該都是要很清楚的 這不是在問你 什麼你一個月的事情 或者是兩三個禮拜的事情 所以我就問他說昨天 你東西在哪買 醫生告訴我 說他要去化驗 他講說去哪買 他化驗看看是不是 這一批的這個便當 或者是食材裡面 是不是 放置的不好 所以才有引發了食物重點 但是 狀況好像又不是這樣子 問他他有說他 忘記在哪買的 那當然這就是 很謝謝我們事前的 這個檢察官 那在主動偵辦這個過程裡面 我知道的 其實我都是有 如實的跟他報告 怎麼會是會比較 訝異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 遺憾的事情 這個就是比較讓 讓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地方 那司機跟著你跟多久 之前有沒有跟你一些嫌隙跟糾紛 OK 這個司機大概是跟了我一年的時間 那當然因為現在這個整個案子 也進入了一年多 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案子也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我們就讓司法來去做調查 那 他會對我有怎麼樣的這種動機 我其實也覺得蠻好奇的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的問題 有事情就是大家應該要好好的來談 不應該是 在這個文明的現代社會裡面 然後用這樣一個方式 這個我覺得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想會說這一份才有經過兩個人的手 所以你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我們之所以所都可以 好 我們可以看到蔡昆龍說 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會被這個司機下毒 但他認為有事 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談 後續有更多消息 我們會隨時為您掌握